大陵曾經有位年輕媽媽 22歲就發下紅院 要捐遞蓋刺激分會 就為了讓大陵鄉親 有機會聆聽正言上人的 開示法育 等到民國79年 正言上人第一次到了大陵 卻聽惠仲說起 雲家地區最缺的是大醫院 這裡如果破大片 我們的家庭有中間 高雄中間 有中間這裡不會往生去 他們家人生不去 想他們聽一下 他們很不甘 他們回去查查 全台灣性就是我們 本人比較加以最缺便 醫療匱乏的雲家地區 和上人要在偏鄉蓋醫院的 理念不謀而合 經過不斷找地 看地 動土建設 西元2000年8月13日 大陵四季醫院終於落成啟用 最重要的醫護人員也全員到位 大陵這個地方真的是鄉下 是為了救病苦的理念 所以林執行長 檢院長 還有現在的 現任的賴院長 還有那麼多的大醫王 宴一來 讓我非常地敬佩 開疆辟土 披荊斬棘的 第一任院長林俊龍任重道遠 堅持在醫院推動 以人為本的醫療人文 我們在這個地方 確實樹立了很好的一個醫療典範 這個人文一切以病人為主 只要病人需要的 我們就去打倒 那我們還要繼續努力 跟隨林俊龍從花蓮到大陵擔任八年副院長 又借下第二任院長的檢守信 回首20年來時路 感恩所有醫護人員的奉獻和成就 當時只會想到說 在這樣的一個醫院 我們要去經營 要去服務這個地方的民眾 絕對比都會區要來的困難許多 但是在這麼多人的一個努力之下 讓他在醫療的專業面可以開花結果 在醫療的人文面 可以有那麼樣感動的醫療故事 這都是讓人家非常驚豔的一個地方 大陵子弟簡瑞藤 從醫的志願就是想回家鄉服務 他的骨科專長以病為師 讓僵直性脊椎炎患者重新抬頭挺胸 吸引各地病患到大陵求醫 我正感恩這20年來 大陵給我的歷練 給我的磨練 所以醫藥我們經家要繼續承擔 別人做不夠 那就是別人不敢做的 這些藝人十經 醫者父母心 大陵子弟醫院企業後不久 就將醫療服務外送到大埔山區 2002年正式成立大埔醫療站 目前在山上24小時駐診的是 林英龍醫師 今年已經73歲的他 自願上山守護當地村民 從醫檢專家 變身為各種外傷的急救專家 這位回診病患就是被山豬咬傷 大埔鄉民對醫療站的醫師非常信任 因為他們就像當地民眾的健康守護神 大陵子弟醫院實際上他們去那邊設醫療站 那這一點我是認為非常的感謝 讓政府的力道做不到的地方 因為他們的協助 所以讓整個的醫療照護體系 可以做到最好 大陵子弟醫院集聚全世界的愛心 守護雲家地區20年 未來將更積極深入社區 發揮文生救苦的慈激精神 就是 事情 可以做到最有厚重下的造型